学佛一定要懂因果 一定要开智慧 当你在人间遇到事情不能把它解决掉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的智慧不够 师父讲过 人的智慧不圆满 只有佛菩萨的智慧是圆满的 所以我们要学佛的圆满的智慧 有了佛的智慧 你就能圆满解决人间的事情 菩萨的智慧是圆满的 所以菩萨能把人间的事情圆满的解决好 这叫智慧圆满 菩萨具有佛德的品质 所以菩萨能圆满解决人间的事情 你们遇到在人间解决不了的事情 你们知道求菩萨 因为你们相信菩萨会帮助你们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师父举个例子 你相信某个人能帮助你 你才会去找他帮忙 对不对呀 那么反过来讲 你不相信他的能力 你就不会去找他 这是你从心理上对他的一种信任 这句话用在你们身上 你相信学佛好 你相信佛法能改变你的命运 你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多学佛法 多了解佛法 因为你努力了 所以你能从佛法里找到你要的答案 哦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因果啊 在图腾中 很多人会问师父 他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其实师父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能告诉他 前生做者是 你今生为什么婚姻是这样的 你今生为什么跟父母是恶缘 你今生为什么命运如此多传 欲知今生果 前生做者是呀 也就是说 你今生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的不堪 实际上这些都是你前世的自己造的因 所以你今生要受这个果 师父告诉你们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公平的 一切都是因缘果报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因果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是有情众生都逃不掉因果 哪怕是一念之间 乃至一个非常小的行为 他都会有一定的因缘果报 因缘果报不落空 只分来造与来迟 修菩萨的智慧 让自己不造因 菩萨法力无边 你们有的人会讲 菩萨神通这么广大 为什么不用法力帮我把某个事情化解掉 师父告诉你们 这就是菩萨的智慧呀 菩萨未因 菩萨看到因 就知道他的果是怎样的 所以菩萨不会像你们这样没有智慧 因为菩萨看到他的因不好 所以菩萨不会再介入他的因果当中 菩萨给你们法宝 就是让你们运用这些方法 你们有了功德 菩萨用你们的功德来帮助你 化解某个事情 众生愚痴 因为众生经常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等到这个恶果出来的时候 他才知道害怕 因为你们缺乏菩萨的圆满的智慧 因为你们缺乏菩萨的圆满的智慧 你们不懂得胃音 在噪音的时候没有感觉 等到果出来后才知道害怕 这就是佛经上讲的众生愚痴 为什么讲众生愚痴啊 就是不开智慧 没有智慧的众生不就是愚痴众生吗 你们现在每天学一篇法音开示 就是在增长自己的佛法智慧 你们把师父讲的佛法智慧记在心中 慢慢你内心的佛性会越来越多 佛法是从心中开悟的 如果你的心中装不下佛法 师父讲了很多 你不能把佛法转成你们心中的智慧 那么等于你没有得到菩萨的智慧